很疑惑 年底各大平台分猪肉的奖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CP相关奖项 奖项名我都想好了 最具省张力而性缩力 强捧之耻而民选之光 最纯爱战士而烂人真心 在点播一手体面 让演员们合体领奖 想想我都要笑拥了 但显然 敏感肌肉的内鱼不敢这么搞事 没关系 我会出手 本科学家神耕国产剧领域 兴奋恳恳恳了快一年 在工业唐经和霸总交期中反复横跳 总算挖出了几对天选CP 事不宜迟 正是台奖 2023年 可要有你们了不起 摇嘴一男平摇柳 搞党争雄镜 我们常相思是认真的 虽然很多人嘴上都说住 有堂就客 他们四个把燃东演好 比什么都重要 但对摇柳的偏袒与心疼 总会不经意的流露 毕竟 拿什么跟一个死掉的百月光比 他们有助初恋的酸涩甜蜜 暧昧拉扯有嘴硬护伤 更有闲暇剧夹成的虐生虐死 一命续命清静一切 九头蛇项柳谈见此事 九条命有四条 用在了小妖养子事身上 她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 让小妖的幸福铺路 而她注定因爱而死 小妖对项柳 是纯粹的初恋与暗恋 她只把项柳放进了生生境 她才是她唯一想留住的回忆 在这颠沛流离失所的事上 她思料之后 再没有人像她那么懂她了 爱而不得 生死永别 摇柳先品 二 嘴长嘴巴甜言蜜语 少男少女 定基侠情侣 一上来 落魄的千年玲珑天药侯明昊 是往修仙少女宴回周也 式的胸口上捅了两刀 要开虐了 买个三生三世的伏笔 没想到 甜妖很快就做出解释 顺带把自己的家底全盘拖出 宴回baby不甘落后 懵懂少女确认心意后 立刻直求追爱 真知爱意隔住荧幕都能击中我 更让人伤透的是 两人并非一眼就终生 而是在结伴冒险的途中 一点点靠近彼此达成默契 宴回说自己的梦想是自由自在 肥黄腾达 听她说的人很多 但记住的只有甜妖一个 在危机关头 也不忘保全宴回那颗 自由自在的心脏 他们一同闯荡 无拘无束 前路漫漫 没有丝毫套路 全是热忱真诚的少年气 与对世界的可贵好奇心 三醉邪门星光 健康的恋爱固然重要 但畸形的爱情实在精彩 念墨又杀出一对银间CP 爽死谁了 爽死我了 腹黑侯爷李同光 常华森 是 人前成父极深 谋略过人 到了死而复生的师父任如意 刘诗诗 世面前 行机难秒变苦包小狗 不是抱腿就是趴西 永远是碌碌哭唧唧 可惜的是 任如意有任务在身 铁了心不与他相认 你以为李同光会就此断情绝爱 顿入空门 错 即便不相认 即便任如意只是长得和师父任心相像 他也要把这个艳品搞到手 一辈子缠上他 任设封批阴间之外 试图间的贝德感也拍了出来 任如意当众调教李同光 闪巴掌捏下巴 将他阴暗的心思全盘拖出 点出了他的欲望 是不为世俗所允许的 又补刀一句 你师父犬下有灵 知道你对他还抱住见不得的心思 该有多恶心 听住是毫不留情的斥责 但话里话外 却在提醒李同光处事须谨慎 千万别恋爱恼务势 真打十八掌上半颗甜枣 越虐躺越甜 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有感的人设互动 让我口水滴答下来了 不说了 看同人闻去了 四醉双相奔赴白州夫妇 大虐提笔才发现 许庆王处然是宋燕洋洋 是甚至没有一个正向CP名 这可是今年最初圈的线偶 难道是他们不配吗 许庆 白眼狼转世 占尽养父母家的资源半生 归来仍是我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此生为爱白州配好友 只要能让他每天挤完地铁 再和宋燕挤床板 他不住别墅不开豪车也愿意 宋燕 有点家暴基因在身上的终极游王 接个吻都是安家和的形状 端王的小曲一出 信缩力瞬间拉满 两个人间精品组成 对 没有点歹毒的智商 还真参不透他们的爱情 不过即便没有人客 导演的镜头都在偏爱梦旭时分 连消防官方也发去警告 他们还是坚定地选择对方 怎么不能算是一种极致的双向奔赴呢 很爱 但不知道再爱些什么 一个爱到不惜与世界为敌 一个致力于让爱人与世界为敌 好美好美的爱情 请永远所死 无罪极限拉扯 夜色上前 又到了我最爱的仙桌环节 围绕云之雨的争议不少 但负CP是真的争气 热度火出圈 数据遥遥领先 两人独立行走时 已充满魅力 白切黑上关前 鲁玉小事 表面是体弱多病的大小姐 实际上是心狠手辣的无情刺客 擅长拿捏人心 攻略工伤脚便在她的计划之内 对比恋爱脑 傻白甜的公子雨 工伤绝成类是 出赛集满集 有实力有头脑 缝皮孤傲 心急迫测 厉害不一致的双强对撞 整部剧都在试探与互相利用 一个处心积虑的接近 一个默不作声的观察 他们看似清醒 却又不可避免的沉沦 爱了 那又如何 这段似有似无的感情建立在木墙之上 两人绝不是为爱能淘弃一切的人 立场注定了他们终将背道而驰 脚战时的片刻犹豫 尽心种下的杜鹃花 亦是他们能给对方的全部 他们本来就该没有交集 B便是最好的结局 六最具性张力全是唐 OK 看完虐的 再来点欲的 营养均衡 才能当好客药永动机 性张力该有的外形配置 唐映蔡文静是 许子全是韩东军是都狠狠拉满 男帅女美 体型不佳 韩东军的臀部甚至直接撬上热搜 先天条件优越 导演还很会拍细节镜头 极限放大暗潮永动的情愫 引人浮相连篇 全是唐让我领悟到了CP新科法 虽说现实里的摄出和性张力基本上无缘 但电视剧里的摄出CP却有点美妙 试想一下 两人亲到上头 一个工作电话强势打断 欲望被迫终止 心弦永远绷紧 都在等待下一次眼神交汇时的共同爆发 然而考虑到时间紧迫 这次不丢下次还不知道是啥时候 于是总是钱柴烈火 火急火燎 谁懂这种激情 这种急不可难 我宣布 996工作狂就是最具性张力的设定 7.最佳售后一期一会 协作一期一会 独作五年三搭 从九州天空城二 只是结婚的关系 再到今年的你给我的喜欢 流水的剧 铁打的王子齐X王欲文 因为配合够多 他俩年纪轻轻 就散发出一股父母爱般的安心感 甚至能够综合一些尴尬剧情 让我看出甜味 今年这部狗狗血剧的极大成者 你给我的喜欢 拥有带球跑 心脏病 破镜重圆 坠切火葬场等土味元素 现在的近江文 这么些都没流量 他俩却能用自然的演技 化腐朽为神奇 例如这段电梯调情play 换成别的剧 我直接大呼救命 轮到他俩眼 我的嘴角却控制不住的上扬 一个是甲方CEO 但并不油腻 确认关系后才主动出击 默默站到女主角面前 是控制不住的偏爱 一个是以防打工人 但绝不卑微 甚至反客为主 率先动手 像个小学生般 在男主角的胸口轻挠 这段暧昧恰到好处 调戏也充满生活化的趣味 完美诠释了 热恋期情侣的情不自禁 与克制自持 距离自然流露 剧外 打方营业 虽然都说人剧分离 但不得不说 两人剧外的和谐互动 让剧里的感情线更加好刻了 看住他们如此珍惜CP粉 用心守护角色间的感情 守关之后还时不时营业 我们也会更相信 顾CCX隐私沉 敏慧X新奇 仍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续写美好 一期一会的高品质售后 让我不住感叹 原来我们CP粉可以吃这么好 毕竟看多了我姐独美 别来榜的内域机操 我的心早已经被伤透了 守关之后独立行走 还情有可原 最离谱的是 剧播期间就忙不迭地下场撕CP 或曝光新恋情 瞬间搅吸CP热度 希望所有CP都能像一期一会看齐 二搭三搭就不求了 爱剧护剧总该做到吧 安投营业太难为人 那同场活动就别再避险了吧 不为别的 我真的像柯唐 好 我许多得一 Obrig 那我许多得一味道 我也许多得一味道 那我许多得一味道 安全那里知识 升台湾 我许多得一味道 我许多得一味道